我們來看這一節 熱方程Hitter Equation 我們來看這個技巧 我們在解PDE的時候 一個很常用的技巧就是分離變數法 separational variable來解PDE 這個技巧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求的解 U 它是含有XYZ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個U把它拆開來 就是X的白邊 然後Y的白邊 然後Z的白邊 然後把它們相承起來 然後再代入PDE來求解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看例子 我們來看這一節熱方程Hitter Equation 我們來看範例 這個範例呢 它是一個邊界條件是0的熱方程 這是這裡的邊界條件 你看它這裡邊界條件等於0 然後這個儲值條件呢 Initial Condition 它是等於F of X 注意一下它的X是大於0 然後小於0 T大於0 我們在解PDE的話 通常都是用分離變數法 但是有時候我們 會用一些特殊技巧 比如說Labelance 或者是Fullier Transformer的方法 來解PDE 那我們最主要還是用 分離變數法來解這個PDE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用分離變數法來解這個PDE 在用分離變數法解PDE之前呢 我們就是先看這一個 我們要求的解U 它的字變數是什麼 然後把它拆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字變數是X跟T 所以呢 我們把U拆開來的話 它一定是要一個 寒X 的函數 然後乘上一個 寒T的函數 那我們把U拟定的這個 X乘以T呢 帶回去這裡 我們就會得到 因為你把X帶進去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 X乘以T 但是你X在這邊是可以提出來的 因為你這邊對踢作用而已 X沒有踢 所以可以提出來 然後這邊是C平方 F小平方 fascial x 平方 然后这边是x 那t呢你也可以把它提出来 因为你t没有含x 那这个fascial x 平方 它只对x有作用而已 所以你t可以把它提出来 然后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 把它同除以x跟t 为什么我要把它同除以x跟t呢 因为你把它除掉以后 这边都含t而已 然后这边都含x而已 好那我们就把它除一下 所以我们除起来就会变成这个式子 再来因为呢 你这个等式呢 你左边是只含x的函数 然后右边它是只含t的函数 所以两个式子如果要相等的话 它们一定是都要等于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认这个式等于lanta 然后我们认这个式子是一次 那我们先来解这个x 这个方程式 我们就列出来就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 我们用我们在第八章讲过的 怎么解iqn value 跟iqn function的方法来解这一题 那我们就先把它的特征方程把它写出来 就是r²等于lanta 所以r等于正负跟到lanta 再来我们要来考虑lanta大一零 r²等于0或者是r²小一零的情形 我们先来看r²大一零的情形 r²大一零的话 这个根号里面的这个r²它就是大一零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c19 根号r²x然后加上这里 这我们在二阶ode就已经有讲过怎么解这个式子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把边界条件看一下 我们边界条件就是这一个 我们把它看一下 你刚刚认u xp它等于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这里来 我们就会得到这里 因为你这个partial x 它只对这个x为分而已 所以你就只为这个x而已 然后t不用管当 然后你把这个x等于0带到这里来 就是等于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一个边界条件 这个边界条件也是一样 它这个partial x 只对x有作用而已 所以就是x不让 然后x带l下去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呢 因为你左边等于0 然后右边是x带of0 它是一个常数而已 然后大t of t 它是一个含t的函数 所以你右边你要等于左边的话 你这个x带of0 它一定要等于0 这个式子呢 也是一样 你左边是0 右边这个x带ofl 它是一个常数 那t of t 它是一个含t的函数 那么呢 因为你左边等于0 右边是等于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是要x带ofl 它要等于0 才会成立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二式带入这个式子 我们先来把这个式子做一个微分 微分一下就变成 微分一下变成这样子 然后你把这个x等于0带进去这里 跟x带ofl等于0带进去这里 所以我们带一下就是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就是 所以我们来解一下这个连理方程呢 我们解一下这个连理方程呢 我们会得到它c1等于c2等于0 才可以 所以呢 它这个 这个x 这个 eigen方程 它没有配0的解 所以它是一个tribute solution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2 乱达等于0的情形 这个乱达等于0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呢 这个大x它等于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你刚刚的边界条件这里 把它带进去 这个是我们就会得到c1等于0 应该是c2等于0才对 因为呢 你把这个x做一个微分的话 就等于c2 然后你把边界条件这里把它带进去的话 也会得到c2等于0 没有错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只留下c1而已 这里是c1 所以我们的x的 eigenfunction 就是x0等于c1 c1是一个常数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因为你认乱达等于0 所以呢 你这个式子 t分之一乘以dt除以dt 它也要等于0 就是我们现在来解这个 这个式解t 把t解出来 然后我们会得到呢 这个t 这个 eigenfunction 它是等于一个常数而已 这个解出来 就是t它是一个常数 我们认它是t0 因为你认乱达是等于0 所以我们认这个t0 eigenfunction是t0 它等于c3 c3是一个常数 然后呢 所以我们的 eigenfunction u0 它等于x0乘以t0 因为你认u它等于xd 所以当lanta等于0 所以当lanta等于0 它的u的 eigenfunction 就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你x0跟t0 都是常数 所以常数相乘的话 还是常数 我们认这个常数是d0 再来我们来看lanta小于0的情形 lanta小于0的话 这个根号里面的这个式子 它就是一个负数 所以我们把它 把这个负数把它改成这样子 把这个数改成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根号里面就变成正数 那所以呢 我们的x的解就是这样子 再来我们把边界条件带进去 我们的边界条件就是这个 那你就先把这个式子做一个微分 这也是负land才对 好那我们把边界条件 这个带进去 就是0等于 跟到负land c2 然后再来把这个边界条件带进去 就得到 因为你这个c2等于0 我们就先带进去不看了 因为你这个式子会得到c2等于0 所以这个式子就不用看它的 所以我们把它 这个 s'ol'等于0 带进去 这里的话 就会得到 0等于 5的根号负担打 c1 stine的 根号负担打 n 就这样子 那我们为了要 得到 longribial solution 就是你现在已经 c2等于0了嘛 所以你c1 一定要不等于0 你如果认c1等于0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还是得到最别的solution 所以我们要认c 不等于0 但我们要让这个式子成立的话 就只有 让这个sine的这一项 它等于0而已 所以呢我们跟到 -land l 它就要等于nπ 因为sine nπ的话 它一定是等于0 n它是正整数 因为你要正整数 因为你的land 它不是等于0 land 是小于0 的一个数 所以呢 你这个n 一定要从1开始数 n等于123456 这样数下去 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化成这个式 那所以我们 把这个式平方的话 我们得到 我们的iconValue land是这样子 所以呢 那 这里找一个负 找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iconValue 应该是 负的 就是l平方分之 负n平方 π平方 我们把这个 我们跟到-land 它等于l分之nπ 带回去我们 这一个 x 因为你刚刚做出来 那个c 等于0 所以我们这一项就没有了 只留下这一项 那把跟到-land 带进去 就是把这里带进去 就得到这里 然后c 它只是一个常数位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令它等于1 就好 不用管它 然后你把 这一个 这一个 你刚刚解出来的land 等于l平方 分之-n平方 π平方 把它 带回去这里 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 这个式子 那你把这个式子解一下呢 它只是一个 一阶的ode 很好的解 所以我们把p 把它解出来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令这个t是tn 因为你这个t 它要跟这个n 来变 所以你令这个 i跟方的群是tn 那所以呢 我们的 i跟方的群un 它就要等于 这样 xn 然后等于 你这个xn 你刚刚解出来 是这样 所以你把它写下去 就是这样 然后 你 把这个tn 你把它带进去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dn 它是一个常数 因为你这边都有n 都有n 所以你这边 当然是要令dn 你如果指令一个d 当然不好 令dn的话比较好 由123的讨论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uxt 它就要等于 这样子 就是 因为你 这边 滥达大一点的情形 它没有解 我们不管它 然后 2 2的话 u0它是一个d0 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这一个u0 就这样子 然后 你这里n 是由1开始数 n是由1开始数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把它加起来的话 就这样 就会得到 这个式子 然后我们带入 那个 初始条件ic 这个初始条件 把它带进去 这里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式子 因为你练t等于0 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式子 那所以呢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一题 它是x大于0 它是小于l 它不是-l 小于x小于l 你要注意一下 它是x小于l 大于0 所以呢 你解出来的 这个式子 你根据我们 上一章讲的 第九章讲的 它是负列cos series 的形式 所以我们 可以把d0解出来 d0 就要等于这样 根据我们负列cos series 的定义就是这样 然后dn 也可以把它解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把d0 跟dn 把它带回去 这个式子 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最后的解释 在这些东西 最后的解释 解释